一隻魚已經煎過了 我們現在放羊了 水路跑出來了 濕濕的 我們怎麼把它再來煎 可以煎出 酥酥的 而且會把其他的油都逼出來 我們現在再用這個魚來煎 看它能不能煎出多少油 這個逼油會比所有的 我們的平底鍋或一些鐵鍋 逼的油還要快 我們平常在餐廳裡都吃進了 這麼多的油 還沒有夠 但是這個油就會有腥味 煮起來菜也不好吃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稍微的洗一下 好 油一點點的油 把洋蔥先炒軟 對 把洋蔥先炒軟 我們先熱一下鍋 好 其實我們這個傳熱很快 剛剛洗換下去了以後 不開 炒的時間會快 因為它傳熱很快 就是在最中間的傳熱非常快 真的耶 你看現在才剛放下去而已 都已經形成形變薄薄了 然後已經開始變臭明了 對 炒到有停到什麼 洋蔥味道就可以了 100公升的那個 番茄醬 放進去 稍微把它 把它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會讓它的番茄像 我們 鐵度跑出來 酸度把它撕掉 稍微炒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現在差不多 這段功課的水 這時候 它火很燙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番茄倒下去 剛才一直噴了 對啊 因為鍋子傳熱均勻 所以整個鍋子都是熱的 好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番茄 切片的番茄 鳳梨 鳳梨 如果有湯汁 也可以加一點湯汁 我們煮開的時候 就可以勾芡了 番茄醬粉 就有勾芡的效果 記得要勾芡的時候 一定要混 才可以加 加的時候 慢慢切沒關係 直接把它攪上就好了 對 哇 好香啊 好 也是好香料 好 好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嗯 OK 好 好了 最後 我們在擠鍋的時候 再把醋倒進去 就可以 灌一下火 這樣就是我們的糖醬醬 哇 好 再把葡萄乾放進去 好 謝謝 好 上面就可以了 哇 整個這樣做 看起來好簡單一樣 對 你在家裡 每個人都可以 都可以在家裡輕鬆做 好 這時候我們再小一點點的香菜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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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我就教大家 怎麼煮出好吃的米糕 來 加一道料很多的 好 我們這個油 好 好 紅蔥油 好 還是沙拉油豬油都可以 我們一樣把金鉤蝦 一樣泡一點點的水 請教一下志偉總結 對 我們今天是用哪一支鍋子 來做這個 我們今天是用那個 扇摩斯的這個達人原味鍋 那我們這個米 就只要這個米 你要在短短的時間 把它扔到火車 這個米一定要泡 至少要四個小時以上 金鉤蝦炒到 它這個好像會跳 就會告訴說 我可以 我香了 好 就是告訴你 這時候我們就把蝦菇倒進去 這個米 我們要泡好的時候 一定要把水都燒掉 但是我們在這邊烤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點熱水 把它泡一下再沥過來 來炒的時間會比較快 也會比較快滾 對 本來我們可能要炒個十分鐘 十分鐘 不用 我們可能七分鐘 八分鐘 炒那個時候 就省了一半的時間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鍋子 不僅可以直接這樣爆炒 我們的鍋子都不會黃不會黑 哇 好香喔 很香喔 對啊 好 真的這鍋飯我要炒 好 OK 好 拿一點點的水 好 我們不要炒水 他把我們的米倒進我們的鍋內 好 看到這是生米 如果家裡面有這種 算模式的檯人 我千萬不要這樣做 平常米可能會煮不熟會燙 會有鍋發 所以這樣煮起來是很漂亮的 粒粒分明 一般都要炒 像我們在大火再炒到要十分鐘 八分鐘 那我們今天應該六七分鐘 就可以把它炒成半生熟 好 這時候你看喔 這樣炒原料 那你就看到米好像快半生熟了 對 對 對 因為它粉嫩的材質厚 然後做到2.5的再沒透過 這樣除熱的效果好 那這樣因為它透露後 就可以幫助我們省很多的瓦斯 好 而且它導熱非常的均勻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調味了 醬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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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是糖 好 我們要一點點的糖 好 還有胡椒 胡椒 胡椒 好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那個香菇湯 香菇水 好 一百 一百的香菇水 好 兩百的水就可以了 好 好 要不要拌一拌喔 你看 雖然那個水很多 但是喔 我們差不多在心後 半炒兩三分鐘以後 它那個水分都會被吸 它吸掉 你看 這是它剛剛掉的那個水分 對 好 這時候我們把它放好了 好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芋頭 炸過的芋頭 紅蔥酥 對 放進去再拌一下 讓那個紅蔥酥的香味 還有芋頭的香味 跟米可以結合 結合一起 讓那個米的香味都夠 對 好 這是我們開最小的鍋 要來燜的 好 把它鋪平 好 先把它燜了 差不多十分鐘 再來放其他的東西 好的 好 回到我們鍋子裡面來 OK 這間應該差不多四五分鐘 用最小的鍋 我們再開一下鍋的時候 把這個米糕打開 好 我們再把它拌一下 再拌一下 再拌一下 打它出來一下 好 好 我們來 差不多一分鐘而已 把這個米糕 再拌均勻一下 好 拌均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蛋酥 蛋酥 好 我們那個 還有一點生菜 好 我們把雞蛋放進去 雞蛋它本身有一點點水分 所以我們在燜的時候 有時候它 水分才會滴下去 再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放一點堅果 來 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堅果 一定會很喜歡的 好 那我們的櫻花蝦 它 它 要炸的時候是油 差不多150度 把它沖下去 再把它過濾就可以了 好 不要再 它在炸的時候再油 把它沖再把它過濾就可以了 每次光撈那個蝦子 都比炸的時間還久 好 我們要開一點點的火 好 讓它燜一下 再燜差不多五分鐘到十分鐘都沒關係 這米糕我們就完全好了 我們再灑一點點的 好香喔 好香喔 現在在上面 一公分半 一公分半的那個 的厚度來 來煮 把一個刀子拿進去 用一點熱水 因為我們這個 拜過的那個豬肉 它有一點油 所以要切的時候 你只要不分一點點熱 你切的時候它會黏住 就不好切 對 沒有看我剛才 一刀就把它切下去 就是靠熱 像我們這樣 我們這個皮不要 我們就把它切下去 你看 它就滑過去就好了 因為它有加了熱 所以這個刀子你看 對一下也蠻好用的 來 好 看我們燙青菜的時候 要不要放點什麼東西 應該可以放一點點鹽巴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用 我們要現炒 現用就不用 不用來泡冷水 直接要炒冷 會比較快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 這個用麵糟鍋 冷出來會更好吃 小火 媽媽你把那個水倒掉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個鍋 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對 好把它這樣倒出來就好了 真的好 對啊 手也不會燙到 也不會被蒸氣去弄到 我們的一個 扇摩斯的一個 多功能的濾水鍋 就把它這樣 甩一甩 鍋蓋壓著 這樣很聰明的一個鍋子 謝謝你 好 一點點的油 我們這個 稍微洗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 曬的時候有點髒 會有鹹度 爆個香 它很重要就是 在這裡炒的時候 要這個芥菜 好不好吃 就在這個 炒這個金鉤蝦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不是用炒菜鍋 不是用冰底鍋 對 我們是用燜燒鍋內鍋 就可以直接來做爆炒 所以因為它的一個 本身內鍋的厚度 也比較厚 所以你要經過這樣子 一個爆炒都沒有問題 你看在炒的時候 你一看到它 香味 有一點香味的 還不夠 因為它還有什麼 再煸一下就對了 還有泡泡 要把那個泡泡完全怎樣 炒到沒有水分 炒到沒有水分 這個就是 炒到看到那個泡泡是 很細很細的泡泡 它有在跳 就告訴你 也快好了 炒香 所以它還是在泡 再暈暈炒 對 炒香菇 好 這個五花肉 因為它只是用泡熟的 對 它的油脂才能多 我們把它油一點逼出來 對 那我們等一下那個青菜 可以把它吸進去 對 盡量去利用我們食材天然的油脂嗎 我們這道菜只要鹽巴跟塗膠粉 跟我們煮好的高湯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還可以把它再爆一下 讓這個豆更香 這時候我們才可以加我們的黃酥酥 好 好 水差不多放個 300公克到400公克就可以了 糖原菜醃過去的時候 這樣燜出來才會好吃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 丟進去了 好 剛好可以醃過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 我們菜在煮的時候會爛掉 這個沉下去就可以把它蓋過 這樣也一點點就好了 對 這樣也一點點就好了 反正它一點點 這差不多煮三分之四分之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去燜燒鍋 今天它的食材滿簡單的 用我們的蘿蔔蒜燙燙一下 豬腳蒜燙一下 它的三代就是新鮮的蘿蔔 還有我們的菜脯 菜脯就是煎差不多三個月兩個月的菜脯 只要煎好的可以就菜脯 還有老菜脯 十幾年以上的老菜脯 只要三樣東西 我們一起煮 就可以煮出 一鍋 很好吃的一個三代頭糖 那我們現在就在燒這個高湯嘛 那等等我們就是把我們的食材 放下去就好了嗎 對 進的不管是煮熟的或生的 都一定要水開的時候 我們再加東西 豬腳 還有那個 蘿蔔 蘿蔔 然後雞肉 還有菜脯 另外那個是什麼 干貝嗎 干貝 提鮮 這個蘿蔔它有鹹度 我們不要放太多 不要放太多 好不好好奇這個 十幾年的菜脯到底味道長怎樣 好成名的感覺 好 好 好 要遮下去就好了 對 那我們的鍋子 可能這個小家庭 有可能吃的 我們這支漆應該是十個人吃的 所以我們不用我們全部放進去 好 放遮量就好 上遮就好 OK 好 只要蓋過 等一下等開的時候 我們吃 15分鐘 一般漆肉像這樣煮 都要煮到25分鐘 到30分鐘 我們不用 我們只要十幾分鐘 我們就蓋起來 把它放在那邊上 放鍋裡面 一樣燜20分鐘 它的肉跟它的菜脯 跟它的滴它 也有 一點點的鹽巴 這麼大一鍋 才一點點的鹽巴 對 因為我們的菜脯有鮮味 對 要一點點的 什麼 糖 就提它的鮮味 對甜度 還有一點點的 胡椒 胡椒 好 好 一般都調味好的 就等一下 就把它放到裡面去 就把它放到裡面去 對 這個鍋湯實在是太滴味 對 來 我們就把它放到我們燜燒鍋裡面 因為它這個是大的 所以它上面還可以再放一層 所以我剛好介紹過就是 它可以一次我們燜兩道菜 一般我們買到的活跳牆 稍微跟這個一樣 如果有奥 它就用來奥 更簡單 我們只要在那邊上鍋裡面 把它煮熟了 再把它軟 好 那買回來 大約都是一包一包的 連這個都接冰的 有冰塊 都接冰的 我們先用盆盆燒鍋來示範 這種活跳牆從七八百塊 到七八千塊都有 看它的料 但是做法一定都差不多的 其實這一道菜 如果它從頭做到尾 要一個半小時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一般來的時候 它完全沒有解凍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兩包東西都一起放在水裡 就把蓋子蓋著 只要三分到五分鐘 它可以完全解凍 就把這個煮化掉了以後 直接把它煮開 煮開以後 我們用燜鍋來燜 那煮的時間 應該都十五分鐘就夠了 那你差不多 對 一般活跳的時候 要蒸多久 要蒸一個半小時 至少也要一個小時 才可以讓全部的材料 融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不用 我們只要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直接把它放在燜燒鍋裡面 才燜三十分鐘 我們就可以完全熟透了 因為我們的燜燒鍋 在整個的一個家庭的一個廚房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不要說 你可能一般的我們在煮那些 在蒸這個啊 或者是在煮一些菜 你要一直開火 我們燜燒鍋完全就不用 因為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真空斷熱的這樣子的一個科技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 煮混的那個燜燒鍋 煮一下下再把它放進去 我們完全就不用再看火了 而且還有我們不用去看 我們就不看 好 應該有溫度了 好 已經差不多融化了 好 其實小鮮膜炒油也不難的 但是至少要一個半小時 治癢的小鮮膜炒鍋 然後東西要久煮 對 那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還是要把它煮開了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排骨什麼都倒進去 再把這個包子什麼都倒進去 到自己煮開的時候就小火 讓它煮就好了 好 好 開了吧 師傅我滾了 滾了 對 再看一下這個 好 好 慢慢 好 我們的另外一鍋 我們再把它倒進去 好 不要挑它 我們直接蓋著就好 等它煮的時候 我們開最小的火 煮十分鐘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好 好 好 我們這個火吊牆 我們直接把它拿去 準備煮鍋 所以這次我特別找他們總監 來幫我的忙 對 總監來用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OK 都不用管它 就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計時 老師你說多少 三十分鐘嘛 對不對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都可以 臘 말을 Nermes